大家好,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大学宿舍做维修的一些工作分享 以及如何找到这份工作, 先去片子 大大话话在大学宿舍都做了超过半年多的时间, 都快一年了 如何找到这份工作呢? 我经过网上, 在Indy 这个网站, 专业找工作的网站 接着看到一间大学宿舍聘请维修的人 接着就传个CV过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过了...我不记得了多久, 过了一段时间, 我就收到个电话 就说希望要去见工, 我就立即去反应, 立即见工 当时因为英国还未解封, 我就...因为疫情 他们就安排了在网上见工 当时他们有两个, 一个Senior Manager 两个都是Senior Manager, 一男一女就见我 他们真的很认真, 他们看了我所有CV里面的内容 他连我CV, 我放了我自己Facebook上面做过的东西 工作的照片, 一些相关的资料 他就全部都看完 那他呢, 就逐条逐条 他们想知道的东西, 他就问我 比如在五年前, 他又不是问我对上一份工 他就问我五年前那份工 你做过这些, 有什么相关的工作经验 可以和他们分享 但他就很简短, 我就说了我的东西 然后他就问我住哪里, 上班要多久, 怎样上班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问我这些工作内容有没有问题 然后见完工之后, 又过了一两天, 两三天 就收到他的电话, 叫我去Second Inn 去到Second Inn的时候, 他就叫我 真的要去到他们校宿舍那里, 面对面 就见了, 面对面见了 他直接提供了一个工作 即是有一个工作提供给我 然后就, 人工这么多 各样的条件, 问我有没有问题 还有什么时候上班 那我后来就, 当然先做了 因为没有任何英国工作经验 而且是一份长工 然后就OK了, 我就上班了 那我做了, 过了批评讯, 三个月之后 我就正式改变成永久 即是永久员工 然后他们又加了我少少人工 就是这样, 过程就是这样 整个建工过程很愉快 我会怎么去把自己懂得的东西 告诉他们 是觉得他能帮助他们的 其实我上班之后 我就问回, 当时聘请我的经理 我说, 其实我也很感谢你 给我一个机会 就是来这里做 我想问回他, 其实 为什么会聘请我呢 其实这么多人 他就说, 看到我CV OK 建工interview的情况 那时候就觉得我OK 那就决定聘用我 可能他始终是一个大学宿舍 比较多国际留学生在里面 可能语言上 我可以讲到中文 可以讲到广东话 国语 日文 英文 那我就 跟着呢 那我就 可以可能 对于在学生去 帮他们做维修 进去他们房间 可能沟通上 会比较容易一些 可能有少少这些优点 那就可能就是这样 就受到他们聘用了 我日常呢 譬如在大学宿舍里面 我是有些什么工作要做 那他们呢 现在就有个apps 我就扔了我的手机 原本呢 他们有部laptop给我 那我就懒用了 因为要拿着laptop 带出带又很麻烦 那我当然是代用了手机 我还用了手机 公司的apps 那我就可以看到里面 每日 譬如有学生投诉 或者 有些什么要维修 有些什么要整 那我就在上面看 那通常呢 有时呢 他们会email我 先讲这件事 那或者 他们会讲了 有这件事 就叫我去看一下 究竟是 我自己做 还是订出去 因为有些电力的东西 我是未必做得到的 我都要订给contractor 比如维修一个很大的 中央热水炉 那我又未必做得到 那又是要订给contractor 做吧 他们有些承包商 是承包了他们 比如火警钟 那些消防系统 冷热水系统 那些中央那些 那我其实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大学的宿舍呢 有 在礼物浦呢 有五个 建议的 分散了五个位 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建议里面 其中一个维修员 那只有我一个而已 日常工作呢 有什么要做呢 我让我想想先 很多事情要做的 比如收到我的额 弄门锁 弄门锁 弄电子弄门锁 弄门 弄门 弄水喉 温热 铺地毡 油油 基本上在一个整间屋 一个建议 命清藤室里面 整间屋要做的事情 都基本上做齊了 那还有什么呢 林种花 可能还要洗地 就是用些 譬如那些地可能有油积 或者关了很久的青苔 我要清理它 有时候要用一些高瓦水窗 或者想想方法 用什么东西可以弄好它 譬如他们上次有一次 好像是印度有个新年 他们玩到整地都是 全部都是色粉 那他就叫我 没有办法弄掉它 那我就帮他想想 没有办法弄掉它 这样 在学生房里面 弄了一些窗 可能帮他安置一些挂钩 跟着又帮他弄一些板 通渠 弄花灑 热水没有热水 就帮他看一下为什么 断fuse 就帮他换fuse 总之 又是坏了的东西 又要帮他弄 那 譬如整个建议里面 那些楼梯有些扶手 扶手可能有坏口 那我又要用一些cover 弄回它 厨房 先讲一下厨房 厨房门的防导 可能弄一些防导器 厨房冷热水 厨房水喉失了 又要弄 再加上一个电,厨房 才有暖烙 هو 混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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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个 摄影范围 整个摄影范围 帮他全修了 就是 可能製多一些地 然后 换回新的设计 帮他上墙 安装个电暖爐 装个电火炉 装电视 千奇百怪 想得到要做的东西也有 每周,即每个星期 有些东西都要例行去检查 这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就是测试防火的课景中 我那个建议有三个建议 每一个建议,每星期 就要平衡每一层 譬如今次要检查地下 所有建议的地下的火径中 我都要检查的 不只是检查火径中,是测试火径中 接着就是要测试所有的门 可不可以就这样一响的时候会开 即是自己可以拉开,不是锁住 所有的建议 其实每个星期测试都要 现在习惯了四个字至半个小时左右 接着,每星期还要测试走火的防烟天窗 就要测试它 有没有开到,有没有关到 有没有异常 另外,每个月的月头 还有定期要测试的东西 就是要检查所有大厦里面的 每一个厨房里面的冷热水的水温 为什么呢?水温如果有高有跌 就知道大约中央热水有没有问题 有一个规格,我要按规格去做检查 有些拉达,即是那些梯 很简单的梯,看看它有没有异常 有没有异常,有没有掉螺丝 自己用很大危险 要查一下它,有没有问题 要查是空的房 空的房,即是没有人住的 可能过几个月有些房没人住 有些学生可能退了房 有些又新搬进来 有中间的跌位 这样 要查,进去的房间 就要冲水 开水喉 试花灑 看看电键有没有关掉 有没有关掉 开了就关掉它 那些灯有没有异常 总之就是定期测试一下那些东西 同事之间 老实说 英文不是好 我最好搞笑的是 上班第一天 另外一个房间 就过了一个长工 长工过来 就带我去工作 那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他们笑我笑到现在 那就是完全 都是第一天上班 是听不明白他说什么的 因为他第一离物浦有口音 第二他说得很快 当时 真的我要问他几次 我才大约明白到他说什么的 现在大约都听得明白 他们想怎样 也做了一段时间 大约他们想怎样 他说什么我都听不明白 我问他一次 我都猜到他想怎样 他们之间很自由 吃饭 没有什么时候吃的 总之你想吃的时候 就去吃半个钟头 自己搞定 你喜欢出去吃就行 通常他们都带饭 那我的同事我经常见到 吃什么呢 就坐在那吃薯片 可乐 就当下午了 那我自己 通常我太太就煮饭给我 那我自己带饭 有时吃三分之 那我吃完呢 休息一会就开工 有时吃完了忙 一吃完就开工 或者试过 有时去到很晚才吃 就试过 有时没什么做 有时吃了先 就在那等下工作 有时 他们有时都很搞笑 譬如我要 有一些资料 我试过 我要 叫他们去订 几个门的架 上面有个 叫door closer的东西 就是等他的门关门的时候 可以慢慢地关上去 那一块这样的架 接着呢 叫他们去订 他就订 订 好 给他email 订 等了一个星期 咦 又问他 他又正在订 了 忘记了 现在先查一下 他又这样回答 然后过了第二个星期 又没有订 又未到 然后搞一下搞一下 如是者 他经常说急 但是如是者 搞了搞了 搞了一个月之后 终于呢 才逼到他们 买几个 那些door closer 回来 但是他们那时候 是说急的 就是呢 我觉得他们的文化 因为都很久了 我觉得 订料这件事呢 是要吹 三 吹四 吹好多次 他们后来 才会订的 可能他们的文化 基本上 做事呢 他们不是慢 他们呢 转头 可能他们觉得不关事 那些他不记得了 又或者呢 他其实呢 是啊 要做 然后呢 又懒 然后又 一直拖拖拖拖拖 拖到差不多 顶不住了 一定要装 那便立刻搞 就是这样 同事之间 很好笑的 不会怎样说私人事 他们也都不会 怎样问你私人事 第一 不会问你住哪里 第二 也都不会问你 层楼是不是工 还是 还是 卖断 他们从来 不会问这些 也都不会问你 拿电话 私人电话 就算过了 譬如我做了 差不多 一整年时间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都是我同事 我都不知道他自己私人 他都不会打给我 或者是不会问的 基本上 他们是觉得一些 好像私人事 比较私人的事情 他们是不会说的 平时说什么呢 喜欢说 这个同事 敢敢敢 其实就是 说别人这些幻话 或者说别人笑 这个同事这样 但是你问他 他就未必回答你 那 入香随俗 他们的文化是这样 就是跟他们的文化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 我自己做自己的 他们也是自己做自己的 个个都很独立的 我公司 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都遇到 有两个香港的同事 但是大家 就是在不同的 建筑里面做 一个就是比较远 在Bermingham那边 另外一个就是 在另一个建筑里面 他们都会是 他们都很给机会 我们香港人 可能觉得 因为国际 他们始终是一间 有很多国际留学生 他们觉得 懂得多种语言的人 可能有机会 是比较优胜 一些 因为可以沟通上 比较容易一些 我觉得是 挺给机会 香港人去发挥 他们呢 我问回这些同事 他们之前 都是有两个 自己本地人的同事 都不止两个 好几个 又是 会转人 经常说 譬如搞到他们 可能英国人的文化 做事比较懒 有很多事情 不关他事 就不做 那我们香港人呢 会比较 做到的事情 就做 下手下脚做到的事情 就做 他们觉得我们很努力 就是反过来 为什么你可以 这件事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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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可能之前那个人 就不是的 就是问他 他全部都说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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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办法去推 去写 那我们香港人呢 就不是的 我们想办法做得到 我们就去 下手下脚 去很努力 去做 这些就是我们香港人的 本身勤奋 而优胜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大家 譬如过来英国之后 只要 不要想要什么 做回老板行 除非 很厉害 大家过来都知道 预料要转行 很大部分都是 那么 積極点去找工作 去试试见 那当然不会一来到 你马上就找到一份 正啊以前 那么高人工啊 那些工 我相信有的 我相信也有 这些香港的朋友 是一定可以的 那如果真的 譬如 都未必找得回 那 那就续续渐进 慢慢一步一步来 由低做回上去 然后不断在这边 增值自己 读书啊 或者真的在这边 读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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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慢慢续渐进 如果想回去呢 过了一两年 两三年之后呢 是 真的可以是融入到 到时是 出对 找工作 或者转工 或者去试试的 机会率呢 都是 我相信呢 是会高很多的 所以呢 大家 要加油努力 那么 今集的分享呢 是这么多先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like subscribe share我们的channel 好多谢收看 拜拜